所謂的政黨 去年 11 月 我訪問索羅門群島的時候 曾經應議長閣下的邀請到索羅門國會演講 當時 索羅門國會正在醞釀內閣的重組 不同的政黨對於國內的政局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 當時我就發現 不同的政黨即使在內政議題上彼此競爭 但是對外的關係是一致合作的 有超過八成的議員出席了這場演講 臺灣也有成熟的民主制度 面對國內的政局 不同的政黨間往往會有激烈的辯論甚至於衝突 但要面對外交工作的時候 國人都是期待我們朝野的政黨要團結一致 索羅門群島國會展現的團結 以及那區議長閣下出色的領導 都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長期以來 台所兩國在醫療衛生 農業技術 人才培育以及捷徑能源等領域 都有良好的合作成果 去年 臺灣跟索羅門群島陸續簽訂了 航空協定 警政合作備忘錄 氣象合作備忘錄 河尼阿拉港也跟臺灣的高雄港 締結了姐妹港 此外 臺灣的立法院在去年6月成立了 臺灣與索羅門群島國會議員友好聯誼會 我期待未來在納許議長閣下的支持下 雙方國會議員可以有更密切的往來 我相信 透過意見交流及時機考察 在座各位貴賓對臺灣的發展 也能有更詳細的證視 我也盼望索國未來能繼續支持臺灣 也協助臺灣擴大國際參與 最後 我要再一次歡迎納許議長閣下率團來訪 我要祝福各位貴賓行程順利 兩國邦誼更上一層樓 謝謝